1939年随着德国闪击波兰 欧陆开启了战争模式 奉行武装中立的瑞典一面与德国搞暧昧 另一面也搞起了扩军备战 当时的瑞典航空工业相对薄弱 作战飞机不是靠引进就是仿制生产 但这些并不妨碍开发新战斗机的热情 应瑞典空军的请求 萨博公司提交了一份非常怪异的方案 前三点起落架 后置发动机 双尾梁 一体式平北的萨博21 设计方案一出 瑞典空军内部就炸了锅 毕竟这种推进式布局 对设计师来说也不算常见 想在短时间内让所有人都接受就更难了 其实推进式布局好处是显而易见的 发动机和螺旋桨后置 在为飞行员提供了良好的前向视野的同时 也使机头也有足够的空间来安装强大的火力 还能使机体避开螺旋桨产生的气流 降低机体阻力 当然缺点也不是没有 虽然机体避开了螺旋桨的气流影响 但机体带来稳流却会影响螺旋桨的工作效率 此外推进式布局的飞机在降落时也要格外地小心 稍一步留神就会因攻角过高 导致螺旋桨触地受损或坠毁 总之由于不寻常的外观所引发的争议 加上萨博公司的注意力都集中在萨博17和萨博18上 所以萨博21的方案被暂时冻结 时间来到1941年德军冰封正盛 雄霸欧陆 瑞典面临的国防压力也与日俱增 与此同时市面上能入手的战机却不多 当时能够制造合格战斗机的国家 要么早已沦陷 要么像英国一样自顾不暇 剩下的如意大利在1940年2月至1941年9月间 出售给瑞典的非亚特CR42双翼机 早已被证明跟不上形式